那个这个地方 然后allow的部分是在设定一下 那待会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template 这个template 实际上就是你要放 外部的网页 CSS跟图档 你就要跟他讲说你的template在哪里 就是你的相关的 外部的一些档案 放哪里 这个可能要稍微run一下 了解一下setting 那后面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开始撰写 那个程式部分的话 最关键的 第一个你一定要先架一个 先产生一个app叫myapp 第二个的话setting部分 把它稍微看一下 那接下来如果你要转写程式的话 主要有两个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程式都写在views里面 那再来的话就设定他的url 就是他的网址 也就是这个网址连结到哪一支程式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有点像 那个什么mvc 这个view反而比较不会不是view view 对是我们要做的 ok 所以请各位稍微再了解一下 然后呢 待会我会讲一下就是hello 就是那个hello部分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我们就要进到那个21的部分 所以待会也许你可以再稍微看一下21 然后21里面的话就是建一个这个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要say hello 那怎么样跟这个网页上say hello 这个我们要把假设 假设我今天希望在我的网址后面多增加一个hello 1 然后他能够显示出hello jungle的讯息 那我该怎么做 他的步骤的话呢就两个 第一个先在view views里面建一点东西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这个views先建一点 然后在url呢跟他讲网址放哪里 就两个地方 那首先我们先针对views views里面的话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先把它 假如原来是这样原来是 我要先做一件事什么呢 在这边呢先打一个 这个df就定定义一个一个方选 这个方选名称的话 我们就叫做什么say hello e好了 ok我就有个一个方选叫say hello e 接下来的话呢 我后面要加一个参数 这固定用request request会从那个网页带一些参数 参数过来 如果没有他就是空的啦 ok 接下来的话呢我只需要做什么 我这个这个制定函数非常的简单 我就return一个什么呢 return一个结果到那个网页上去 那怎么return呢 特别需要就是透过httb response response 就是丢一个response 故意是这样httb就是我们那个 这个网页的那个传送的那个 整这个 然后呢就丢到网页上 给他一个讯息叫hello jungle ok 不过特别注意啊 这边第一个会产生错误讯息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 我这个 这个方选我们没有把它 这个input进来 所以他记得一定要先怎么样 你要从那个Jungle里面的http里面 去什么呢 input 把这个httpresponse把它input进来 否则他会找不到会造成错误 他才可以run他 所以他的位置记得可能要稍微记一下这个 response ok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帮我把这个hello jungle呢丢到网页里面去了 ok 其实丢出去的反正就原始码里面的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加一些什么 那个httml的相关的语法 比如说你要让字变大啦 字缩小啦 你可以在前面加 加一个什么 加H1 对不对 然后你也可以这边加H1的话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标签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斜线H 这个应该知道吧 这个就是标题一啦 那他字就放大了 ok 不然字太小 那把它save就ok了 response过去了 ok 这应该知道吧 第一个view 第二个就是 我如果让他知道说他的位置在哪里 你就URL打开 那原本只会有一个PACE 就是这个admin 他管理了admin的路径 其实我们可以很简单 就把这个路径 刚快拿来参考就可以了 不过旧版跟新版好像长不一样 新版的 那个路径的写法跟旧版好像有点差 不过我们就用 反正他哪个版本我们就照抄 那这边的话我就叫hello1好了 ok 那后面的话记得就是要run run哪一个 我们刚刚写的那个方选嘛 那个方选的话呢叫什么 叫say say hallo1 ok say hallo1 哎 跳出来了 有没有 你打一打 特别说这一招很重要 请你用点的 为什么你用点的好处就是说 他会自 这边好像原来没有这个 这个把它删掉 上面的话呢 如果你自己打了 我记得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他会自己帮你把 就是那个 那个 my app里面的这个views 他会帮你加在这边上面 这一行 我看一下 对 这个会帮你自己打上去 不然的话你input的方法 你要自己input 因为 他要找到say hallo1 可是问题这个是在my app里面 你必须要再去述一下 跟他讲说 我要在那边 你帮我从那边 引用进来 意思是说 从那个my app里面的package里面 找到那个module的这个方选 他帮我input进来 ok 当然好像你也可以整整包全部 input也可以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ok了 再储存了 储存完之后的话 我们再run他 所以这个地方我输入hello1 在哪里输入hello1 在这个网址后面输入hello1之后的话 他就会怎么样 会帮你找到之后再去run 这一个 这个function 所以这个function的位置在views里面 他就找到了 这个views里面只有一句话 就是帮我丢hellojungle 而且我把它设为那个我看一下 标题1的话 Enter一下 出来了 ok 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 就会出现我刚刚的那个叙述 那为什么是会字这么大 因为他标题1 所以你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检视原始码 你可以看到原始码里面就是丢这个 也就是说 未来如果你要互动的话 反正就丢原始码里面 如果有html标签或css 他也会跟着帮你 把那个网页做变动 ok 这里的话 第一个 好了 1先完成 让他先还给各位 初体验一下 如果你可以 先 这个地方最重要就是说了解 views 跟UILS ok 这两个是jungle里面最重要的两个 两个东西 反正就是你将来一定要写一个function 让UIL去找到 他就去帮你run run那一个function ok 这种写法应该后面不断出现 就一直不断出现就对了 这种架构应该可以理解 而且我觉得这架构还不错 蛮简单的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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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